保護跟保險公司對保單條款的理解不一樣 條款就該朝有利於保護的方向解釋 這個誤會大了 前幾天有粉絲來訊息問法王 他跟保險公司對於保單條款的解釋不一樣 依據保險法 法院是不是就會朝著有利於他的方向來解釋 我們的保險法規定 法院解釋保單條款的時候 會先根據文字字面的意思 並且查探當事人定約時候真正的意思 只有在保單條款有疑義的時候 才會做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所以法院對保單條款的解釋方式有三種 一種叫文藝解釋 法院會根據契約文字字面的意義來做解釋 契約既然是白紙黑字所訂的 文字所呈現的就是當事人的意思 如果文字沒有不清楚 法院自然要尊重文字的內容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意外顯條款裡面 關於失能有兩眼視力衰退到0.1以下 這樣子的文字 兩眼和0.1都是非常明確的文字 法院在判斷失能與否的時候 當然會完全依據文字的內容來判斷 第二種解釋叫做當事人爭議解釋 契約條款的文字有模糊不清的時候 法院通常會先詢問雙方當事人 訂定契約時候真正的意思 如果雙方當事人對於契約的內容 意思是一致的 法院也會尊重雙方當事人一致性的認知 舉例來說關於醫療險的條款裡面 住院期間所發生的費用 到底有沒有包括在出院前購買出院後 所要使用的藥物的費用呢 條款沒有明白的訂清楚 如果保險公司和被保險都認為包括的話 法院就會尊重雙方當事人的意思 把它解釋成包括 第三種解釋叫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契約的條款文字模擬兩可 有兩種以上可能的解釋 當事人雙方又各自採取不同的解釋的時候 就構成了契約條款的一意 因為保險契約條款是定型化契約條款 內容是保險公司所預先擬定的 保險公司有義務把它訂得清清楚楚 如今保險公司訂得不清楚 這個不利益的後果當然應該由保險公司來承擔 因此法律規定契約條款有一意的時候要做有利於被保險人 也就是不利保險公司的解釋 例如我們很早之前提過的 在2014年5月之前 住院醫療險的條款 關於住院並沒有區分 全日住院或者是日間住院 保險公司認為住院不包括日間住院 被保險人認為住院必須包括日間住院 法院對於住院就會做有利於被保險人 也就是包括日間住院的解釋 因此只有在契約條款有疑義的時候 法院才會做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而不是所有的場合都會做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這樣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